南加州洛杉矶县公共卫生局于12月29日报告 新增12979例新冠确诊病例以及227人染疫死亡 大量的死亡人数包含前几日因为假期以及系统故障而积压的数据 预计接下来的2-3天还会因为积压问题而死亡数据偏高 目前洛杉矶新冠住院人数为7181人 其中20%在重症监护病房 洛杉的住院人数几乎每天都在创纪录 与10月29日750名新冠住院患者数相比 今日的住院数量几乎增加了1000% 相比之下如今的住院人数是7月疫情高峰的三倍之多 当时洛杉的住院人数为2232人 截至周二洛杉已经确诊74万6089例新冠阳性病例 以及9782人染疫死亡 疫情难以控制已经让卫生官员焦头烂额 如今还必须要对抗更具传染性的变异新冠病毒 12月29日时卫生官员已经证实 克罗拉多州出现了变异的新冠病毒 洛杉矶公共卫生局局长费瑞尔表示 变异的新冠病毒也可能已经在洛杉矶线流窜 被称为B117的新毒株尚未在洛杉矶正式被发现 但是费瑞尔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它还没有出现 即使该变异病毒在洛杉矶线出现 也不会改变目前已经实施的防疫控制措施 必须控制住疫情的急迫性也是一样的 卫生官员继续提醒民众 应该尽可能的待在家中 以保护自己以及他人 除了工作 运动或者基本民生活动 都应该要减少外出 外出时务必要佩戴好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并且要经常洗手 洛杉卫生官员已经延长了临时卫生官员命令 只要加州的区域性居家B1令持续有效 该命令也会保持有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